大家好,我是肖敏 今天我们骑车去哈马者村玩 这是金殿水库 已经远离市区了 阳光是暖的,风是温柔的 很舒服 一路上有红彤彤的小樱桃 带着桃椒的小油桃 荧光闪闪的小茅桃 还有着看不清楚样子的桑圣 轻轻的李子 真是佩服这些跑步来的朋友 美食街的入口是一个小菜场 有各种水果,野菜 这些蔬菜看起来都非常新鲜 那个杏多少钱呀 41公斤 皮帕多少钱呀 买一斤30块 买两斤就给你25,50块两斤 我给你拿一个给你尝一下 这是什么呀,鸡蛋呀 烤鸡蛋 这个怎么买呀 两块一个 烤玉米太香了,必须要吃 我这个玉米是小的4块钱一个 大一点的要7块 有点硬 是不是烤了,时间太久了 但是玉米好香啊 好甜 汁水也很多 就是个头小小圆圆的 这枇杷吃完之后 我们发现只有三分之一是甜的 这个美食街的羊肉是很有名的 肯定要尝一尝 哪一间一间 180一公斤 哦,瘦的吗 就一样 那边大幅的便宜 那个140 哦,140 这样的是180 嗯 来点瘦的吧 好香哦 和小板桥那个很像 很香 单独吃这个羊皮的时候能吃到一点 羊山味 要吃不惯可以不吃羊皮 只吃瘦肉 漂亮,小姐姐做的酸辣凉卷粉也非常好吃 还挺好吃的 小姐姐穿的可漂亮 不方便拍 嗯,好吃 豆腐是挺香的 外面的皮很有韧劲 小土豆外面的皮哽啾啾的 嗯 它挺好吃的 那里面好烫啊 我以为这是烤的鸡蛋白 鸡蛋清 原来这是纸 外面是一对纸 然后里面就是 一个 鸡蛋 就是一个鸡蛋 哈哈哈哈 不过这个蛋白能稍微嫩了没 一点点 哇,好香啊 超约的还行 一筐大概有一斤多 多少甜一筐啊 25 25一筐 嗯 怎么样 好甜啊 而且里面是熟透了的那种软软的 大家在买东西之前 可以先尝尝看 好吃再买 我尝着樱桃挺好吃的 草莓是最好吃的 能这样出来溜达一圈 还看到了美丽的花墙 觉得浑身都自在了 停车场在美食街的最里面 节假日的时候是需要排队的 村子里面的风景也很好 每天都要好好吃饭呀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